副部長來為我們上課好不好 來 熱烈掌聲謝謝 每一次都要占我便宜 還有兩分鐘啦 不是啦 因為我們這個是在全球轉播 都是在電腦上面可以看得到 很多人包括在美國 在日本 或是在澳洲 歐洲 很多人都會在 從網路上來看我們上課 因為特別是 每一次我在上課的時候 看的人都會特別多 因為我會講跟美國最近的接觸 然後台灣民眾的進度 到什麼進度 我都會講 每一次都會講這個進度的情況 當然我要講進度之前 我要先讓我們所有的高級班的 同心 應該先了解 這個法理 到底台灣民眾 今天所講的這些法理 到底是行得通 還是行不通 因為你過去 你到今天你是幾歲 你就過去幾年了 那這麼多年裡面 為什麼這個法理 國際法的 戰爭法 戰陵法 都沒人在說 為什麼偏偏偏到現在 才在講 也就是说台湾从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到今天 当然到今天已经68年了 那为什么60年后才在讲这个法理 我是我本来是不相信这个所谓的宿命论 可是有时候看一看这种整个局势的演变 我会觉得这都是名文 现在60年的时候才发现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台湾在1947年2月28号的时候 事实上在那个时候 所谓美国是台湾的军事占领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是军事占领 而台湾不是属于中华民国 像这种的论调 在当年就有了 当年在这方面的文章第一篇 是由廖文艺的哥哥叫做廖文魁 他有写过 我想在座可能不一定会知道谁是廖文艺 你知道廖文艺是谁的请你举手看看 廖文艺是谁的 你知道吗 都不知道 你看这个历史 时间一经过以后 台湾历史都投去 廖文艺就是 当年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 占领台湾的时候 因为日本刚刚那个时候 日本的军队跟日本人民 离开台湾回去日本 而且那时日本的政府 日本大帝国政府 其实有跟台湾人讲 说我们会回来 那为什么日本人当时讲说 我会回到台湾 事实上 他们会说这是有理由的 因为那当年日本人 对于战争法 战领法 非常熟悉 所以我在想 大日本帝国的时候 日本人 对国际法律的研究 比现主席 不晓得进步多少 而且他们是很先进 我如果跟你说 大日本帝国的时候 台湾是属于世界上的 第一流的强国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你想看看 亚洲人能够打到 能够打到美国的本土 能够打到美国的 国家的领土 事实上在全世界上来讲 第一个 打到那边的人是谁 日本人 日本人按照道理来讲 看起来各自小小的 防种人 美国人是古路 又白种人 有很多 亚洲人看到美国人 不自觉的 就有那种重养的心态 尤其现在日本很严重 因为战争失败 对自己的信心都没了 但是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移情 日本以全世界来讲 日本是全世界印流的国家 最强的一个国家 到今天都不同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但是你过去都不知道 所以你说廖文义 什么人你不知道 廖文义就是 那时候就是台湾 台湾臨时共 台湾臨时共和国的总统 2281后他走 他为香港走去日本 在日本宣布成立台湾臨时共和国的总统 但是很可惜 台湾人 一个很大很大的缺点 台湾人很爱情 当然啦 酒 酒 酒中 酒中 那当时 他跟廖文义说 他将他们家的 他在哪里塞里 他们家所有的资产都没收 而且将他们的秩序 隆重破四行 这派人跟他说 你如果回来 你放棄 蒋经果会亲自到机场接他 要让他做官 他没说 他没说 在那一个时候 廖文义 他们哥哥 廖文义他哥哥 声过来说 台湾实际上是由 美军占领 而且是中华民国是代替美国占领台湾 那个时候 你文献上面 这个文章就已经开始有了 所以廖文义 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开始换自己个人的手法 他就开始换自己个人的手法 那外国公道回来 是廖文义这几年来 有很多机密档案 才打开 因为中华民国的情报人员 里面说 廖文义在旁边的人 老早 我们国民党 都已经全部收买了 像你一个人 在那个情况之下 你说他要不要偷想 他逛行 他接受 很专专政的条件 回到台湾 在中文水库那里做一个主管 不过实在说 在那时候他能够堅持 不过呢 他寫 他寫这个文章 他那时候对于国际法 还不是很清楚 这点我跟廖文义就不太一样 廖文义只寫一篇文章 我邀请台湾国际的地位 建政法 我寫多少文章 我寫差不多 通常英文、日本和中文 有一千篇的文章 公布在网路上面 所以我们都能说 我们这个整个法理的论述 是有整套 非常清楚 所以我常在鼓勵 이较六年 你们要去念 你一定要 track新台湾论 设这个新台湾论 对你 终对有帮忙 没有败 AND 所以就是你现在上高阶 Parce 我有在想上的 我跟你讲太多法理 你不一定要听到 我给你最多 Instr poke 你应该要记 Vale 那你就要记好 都要把你扔掉 很简单 两个理论而已 占领不移转主权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只有这两点而已 每一次人来说 台湾怎样 你就拿这两点 在你的头上扔一遍 就可以跟他说 其他都是很小的事情 开罗宣言 宣言是Decoration Decoration就是 战争的时候所发生的主张 那是什么条约 条约才能够做领土变更的依据 战争 条约 宣言 主张 或是什么样的声明 那都没效 一定要战争 条约 才能够改变台湾的现状 你把这几点记清楚以后 就不会枉会说 你来念高级班 你对台湾一定要有信心 跟我们美国刚才说的 过去你台湾人 没有设定法 没有设定法 你对台湾的整个的理论 都是纯粹用感情的方式在讨论 这个土地不是我们台湾人 我们住在这里 所以台湾是台湾人 在台湾 这句话说起来很漂亮 但是实际上不合乎法理 国边饭店 那住在国边饭店的人 不是嘛 你只是暂时住在这里 我跟你说 你如果有你交税金嘛 房屋税 地价税 就表示说 你不是主人 很简单 你不知道听不懂 那是主人的时候 你要交什么税金 你就不用交税金了 你的米交你交税金 你要交税金 表示你不是主人 很清楚 日本天王有你交税金 没有耶 所以我常常说 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东西 他没有国籍 日本天皇没有国籍 所以日本天皇没有国籍 我们的国籍是怎么来 国籍就是说 你要向什么国家效忠 你就是属于那一个国家的国籍 你说你 你没有属于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现在属于中华民国 那是假的 没有法理的根据 所以你没有国籍 美国法院帮 台湾人没有国籍 你如果有国籍 你就要向那个国家效忠 作兵就是效忠的一种表现 所以你看美国人 有很多移民去美国的 时间还不够 他本来规定 九年十年你才可以变成美国的公民 但是你只要当兵 他马上就给你美国公民 因为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 你不能当美国的兵 全世界的法律都是这样规定的 所以我们去当兵 我们就跟美国说 我当兵没有道理 我没有必要效忠中华民国 我是被你占领 你今天是用枪押着我去当兵 所以我们过去 我们真的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都想说 像秦秋 我最后你说的 台湾人是红麻蚁 只要做 要去外面探钱 来贡献给黑麻蚁 表明上 红麻蚁、黑麻蚁都是麻蚁 台湾人、中国人都是人 为什么台湾人就要做到要死 就要丢给你水金 这个大自然里面的 生物里面的红麻蚁、白麻蚁 黑麻蚁这种的现象 不是一样吗 所以我今天要说这些 就要让我们故意的智慧 让你的脑袋启发 你不一定要认为我讲的是对 但是你应该深深的思考 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 你知道喔 你再想过去 我们所赌到的情形 做兵 我们家里面 不管家众里面 都有去做过兵的驾手 家族里面 有去当兵的 有了 女儿也有了 女儿也有 哥哥、弟弟都会当兵嘛 对不对 你现在想看看 我们去洋船而已 只能像伊拉克去美国占 而已 美国有叫伊拉克的人去做兵 没有 怕你就是因为中国人 标民上的民 只身上差不多 你都 还用说 你台湾人是从中国过来 你要爱中国 叫你去做兵 其实我们被占领 我们没有必要效忠 占领国家 的这个国家 所以 是怎样 我们台湾民政务 在2006年去控制美国 我也是在这里 我如果说台湾人 有点想想 到底 这台湾人是 对一天才会来教授 我说一个 事情给你听 你会觉得很差 2004年 2005年 2004年的时候 我刚刚研究出来 这个占领法和战争法 由于当时开始到今天 我所讲的理论 我所讲的法律上的根据 到今天从来没有改 而且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 但是有人跟他说 你发现这个很好啊 你只要在美国登个报纸 这样中华民国就倒了 我当时也很简单 我想有理由 将美国的现实的情况 讲出来 这样一直倒了 就开始轻质 在华盛顿邮报 全版登一天的广告 你知道华盛顿邮报登一天要多少钱 你想像不到 一天一个版面而已 多少钱你知道吗 三百万台币 一天喔 登一半喔 三百万 大家都知道嘛 我呢是从中国走回来 所有钱七八亿都留在中国 没钱了嘛 所以我想说这世间的命运也很好玩 我像以前做行李那天哪有钱 今天 我们台湾 要说这个法例 他要去美国庭报纸 要做什么 我都不用 和我们这些同心 大家好 你轻多少你轻 都不用我一个人的负担就好了 台湾人的命运就是这样 我当发现这些理论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我的钱去到中国收起了 但是呢 我也很打招 那时候我就设定说 来找一些爱台湾人 是来付这三十万 我来跟你说一个事情 我们去设定那些报纸 什么人帮忙的 你知道吗 中华美国政府帮忙的 你会觉得好笑对不对 这真的是 因错阳差 为什么说 因为那时候我开始 没有犯 这样三十万 三十万 拜拜拜拜拜拜拜 到最后缺了五十万 好像不是五十万 好像是五 四十八万几 这样 较轻就较到那些四十八万几 就把华盛顿邮报的台湾说 稍等 等到 我有拿到这个钱 你再去登 结果呢 又过三四天 华盛顿邮报的 这个 这个 台北的那个Agent 台里兄 跟他说 欸欸 林先生 林先生 我跟你说 这个四十八万几 已经驾 已经有了 说有了 有了 他已经驾到他了 刚刚好 刚刚好 四十八万五千块 刚刚好 我刚好很高兴 我更快的名字就上了 那是 2005年的7月20日 我都咬得过去 補充的 補充的 就出来 过一星期 这个 华盛顿邮报的Agent 还看电话 林先生 很不好意思 那四百 四十八万五 不是你的 蛤 不是我的 啊 谁的 那些是 中华民国的新文局 我怎么是新文局 因为新文局 我如果同样 有定一个东西 那四十八万五 刚刚好 所以我想说 这四十八万 天安排 我真的 我真的这样的感觉 啊 当然 后面 四十八万五 我也要行 对不对 害我吃几个 馒头 但是呢 那補充的 補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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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很多人跟我说 那補充的就好了 台湾就过关了 因为我讲事实 已经讲出来了 哦 记者就会去问 那个国务院 你对那个报纸有什么看法 国务院回答一句话而已 No comment 不予置评 要夭壮 花这么多钱 不予置评 四十年了 但是同样的情形 補充的 在那个前一个月 他也去订一个補充 他说要求美国改变一宗政策 美国说 我们绝对不会改一宗政策 带来再去罢罢罢免 我上 没罢罢 只说No comment 后来我才知道 什么叫No comment 不予置评 什么叫不予置评 美国官方默认 我所登的是正确的 正确就要继续走 对不对 所以我就继续拼下去 这个事 又公道回来 我们台湾人很疲 我没人骗 不然就普通上 人家说会成 一定会成的 中央民就会倒了 那就没倒了 没倒了 没倒了 我想说 这样要怎样 喔 那时候刚才要选计 人家又给他出租主义 去选 去选 去选市长啊 选市长啊 利用选市长可以上电视啊 在电视上可以公开讲啊 有利吗 有利 对不对 看台北和高雄 我台北人啊 我婚姻人啊 但是都搬去台北特色嘛 台北要选去很困难喔 不然来高雄选看看 单枪匹马一个人去高雄登记 哇 现在国民总知道我那里 开始全面封杀 那年我去选高雄市市长啊 一直到选票结束以后 没人知道我选高雄市市长 你不相信 你去问看看 你问说 摩里林喔 那个林志生是不是有选 高雄市市长 那怎么没有 没有听过 你说国民总有厉害吗 真的很厉害 本来 孙市长 他整个就是 电视转播嘛 辩论的时候 哇 他现在改成地方上的电视转播 本来是全台湾的 转播 变成地方式 我是说 我孙市我说得很好 我当时那时候 我就说 中文要倒 要什么 要尽量给你缩小 媒体上 绝对没看到我 所以没人知道 我选高雄市的市长 当然啦 一直到选 选 选的是假的 我们说是台湾 我没有认识半个人 一个人去选 是怎么选得掉 所以尤其到最后的一个礼拜 我宣布说 你不要选给我 因为我知道没得到嘛 我契选 你选给那个 电视转 好 我知道我这个契选 你知道我拿几票 一千一百十四票 我是几票 二票 所以一千一百十四票 我乘以二多少 二 二 二 八 喔 想到家母肥都起来 二日半 你帮我提醒 二日半的英明 有你来到三天 我如果没有弃选 刚才那天 丹国贏 黄俊英 黄俊这人英英过世了 贏这个黄俊英 贏 没几百票 我如果没有弃选 今天整天都不一样 但是 我去村市長 中央面有理会 没有了 他再一次失望了 对吧 但是怎么 失望 全失望 要继续走 所以我和我们家的童心 继续再努力 再去拼 拼到六月了 两千矿浪年 我去村市长的时候 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利用机会 上电视 另外一个机会 就是2006年的10月24日 控告美国 拼到218个台湾人 继续去告美国 有 告成了 大家本来是说 告美国告成了 这样中央美国就倒了 你看 有多千针就好 我 现在告完后 三个 有个结论出来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中间里面的变化 后来美国国务院跟我们协调 就说 OK 你们就成立台湾民政府 按照战争法要成立 所以我们的两千针变化 2月2号 我拼到七个民间社团 成立了台湾民政府 同时向194个国家宣布 那时候日本美国 有五个国家跟我们成立 其中有一个很差别的就是 巴布亚新纪念 在那一年 头前福利便会有 因为那个国家的国王 是留日 跟那样 留一个可以说一文 他也很欢迎 哇 很好啊 你这个华理 我老早就跟你们的李登辉讲过了 我说 实际上在李定辉那些访问的时候 他就跟李定辉说 你台湾根本就是中国 中国给你占领 你来过他还不知道 所以那边后李定辉才会说 我是来自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 就是那个原因 这些东西我就要 因为李定辉还在 我买一下 有一天如果李定辉不在了 这些文章我都会写出来 这经过情形 当然李定辉他当了中华民国总统 他一直很珍惜这个光环 他也跟我说 他说这些事情 拜我过心的医疗 你再来死 那我有答应他 虽然陷入去 20000年到美国医疗 他说 紧接着下来 2008年2月1号 这是台湾民主的成立 那2010年7月4号 因为2009年的4月7号 高等法院宣判 2009年的8月6号 美国放弃 美国国务院放弃抗辩权 什么叫放弃抗辩权 就是说原告所讲的 我都承认 我同意您说的都对 我不要跟你辩论 所以这当初 2009年的10月5号 美国的最高法院宣布 在哪儿 就是说 暂时停止宣计 丹与你台湾民政务 都从后 准备好要来接政策 这点就还有一个故事 我们很欢迎 对吧 我们要接政权了嘛 美国说好啊 你请4000位的台湾人来接政权 那有简单吗 不简单啊 怎么说 含我那时候都不是台湾人 因为我拿出来是 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我拿护照是 中华民国护照 我哪里是台湾人 那当初他没说我 我那个震惊的程度啊 他能说人形容 我真的很震惊 搞了半天 我不是台湾人 你也同样啊 搞了半天 你不是台湾人 所以当初 美国把我们资计 把我们赶 我那要怎么 你赶快成立台湾民政府 政府同时 政府组织要完成 同时呢 要把议院 参议院 首先完成 那时候美国国务院 也派人来参加 全场 台湾民政府成立的 全场的情况 都把他拍照回去 五角大厦放 我跟他叫他起来 路边我问他 你在五角大厦 放这些鸭匹 美国那些官员怎么说 你只笑一个 你只觉得很好笑 美国的官员 看了说一句话 这些人 看起来都很温柔 不像革命家 我们不是 拿刀拿钱 你自己拼命 我们当然看起来 很温柔 我这个面 怎样也不错 我感觉 你以为我这个人 会派吗 你觉得我会派的 走手 不会的走手 对 美国看的都同样 这些人看起来都很温柔的样子 说这些人很温柔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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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好处也没坏处 坏处是什么 我说你们不太烫 但是我跟各位说 我自己知道 台湾人要叫鸭匹生生命 不可能 你以为台湾人说 我这里有一堆钱 要分给你们 快来带吗 隆重来 所以 台湾人的个性我很清楚 因此 我想很多的方法 要尽量这些法律 让我们台湾人知道 知道以后 来支持 较少的台湾人的共鸣 你不能够沉浸在 我是海湾人 也是中国人 那这样 我们就不会有后代 我们是几乎 要被全部 见灭的一个民主 日本人 以现主席来说 也差不多都见灭了 现在日本人 跟大日本帝国 那时候日本人是不一样的 第一 现在日本人 解脱了 没有胆 大家已经都没了 见经四百亿 他们已经丧失了 他们的信心 最近 有这个安倍起来 安倍我看 到罗外 他也会像现实妥协 本人要修宪 有问意见 我告诉你 日本修宪没有用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修宪没有用 他修宪以后 他躲不过 旧基安和平条约的第一条的B 这个金枯座跟控制条 是日本天皇 他对于国家的事情 国事 不能再过问 你修宪也是一样 躲不过 但是 台湾是不一样 因为日本天皇在1945年4月1号宣布 日本的明治宪法在台湾实施 而且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台湾的情况没有被改变 所以日本的明治宪法仍然在台湾有效 所以我们能够遵从日本天皇的原因在这里 当然这方面有点沉默了 这等到将来职前训练的时候 再跟各位去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要了解 就是 渐量不能一专资款 流亡政府布格就地合法 你要先了解这两点 然后其实这两点要同时要伸直在你的脑海里面 这样我们台湾就不会被吃掉 我们台湾就是永远为安康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子孙继续养下去 当然 这方面美国也是很注意 因为最近有很多中国人都移民来台湾 你感觉会担心你走 我跟你说 你不用担心 我说一个礼给你听你就知道 当年日本人很有钱的时候 日本人都去哈威夷 看到大饭店买大饭店 看到什么公司就买公司 你不知道怎么还会叫 甚至去市贸 现在去找旁边庭弄到那两棟 看到市贸 日本人买市贸 买到有够多 差不多美国人烦恼 说 是啦是啦 日本人一直买这么多的房地产 我们会完蛋 有吗 你会记得吗 后来美国有完蛋吗 中国人买很多 我现在来鼓励 你再来 尽量来买 你怕他買什麼東西 將來我們一執政 我們法律一變 改變法律 像美國一樣 那一改變法律 日本人所買的東西 現在都變什麼 都變美國 你有覺得很奇妙嗎 地方的人 要懂法律 變成日本人 他沒辦法 都要賣出來 一樣 台灣民主一執政一拗 我們只要宣布一樣法律就好了 這個法律我現在不要講 他很公認 中國人不來賣 結果來賣 賣比較多 到時候 他就乖乖 都賣出來 所以你敢不看到中國人 像我們他這裡賣的大飯店 更長於中國 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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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對 更不照 漂亮 就是這一句話 你做你就要買啊 買買的越多越好 我只要法律一變 錢留在這裡人回去 他們都點點 錢留在這裡人回去 這樣又不開心 你們的意思是說錢留在這裡人要跟他称賣 我是說實在 我沒有跟你開玩笑 台灣人今天很害就是 領導人不對 領導人的智商好像低能耳 問題在這裡啊 領導人的智商好像低能耳 領導人的智商好像低能耳 可是選他的那一些 更低能耳 更低能耳 用感情在花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你笑 你笑 我不是 這樣你聽得有嗎 好啦 這我都知道 哇 你不像我經常給你看 你之前有選舉以來有驚歷 你不要接受人的賣票 接受好選人請你吃飯 油浪的請你走 老老實實 這樣而已而已 你如果不耳手你肚子痛 我先跟你說 再說一次 你不要接受候選人 買票請你吃飯請你油浪的 耳手 其實不只是這些 你想想看 這種的叫做民主選計嗎 我們都沒有民主選計 現在的選計都是在台灣人的 所以我說 不通國去選計了 因為選計是海市我們的後代 我說這句話你自己聽 因為你離非嘉義 你的思想就變了 因為你說 我沒有回到民進黨 要回到 我們都讓國民黨調戲 讓他們調沒關係 我聽你 我跟你說這句話 我跟鄉下 明天再去 才跟我們 各位來 作為討論 謝謝各位 各位同學 謝謝我們下課休息10分鐘 下課休息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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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